在网络上发表浓缩电影短片的果阿末哀告了 他们影音平台有近百万的点阅 而两家片商认为他有六部影片是侵权的 最主要是认为他取得了非法电影画面经过的重制 果阿末虽然主张他是合理使用 可是著作权专家认为果阿末恐怕站不住脚 会构成侵权 经纪公司现在发表声明 说会全力支持他 希望能够还果阿末清白 我是果阿末 我今天要做一个穿越去漫画世界的故事 我是果阿末 今天要做一个不方便承证漫女的故事 听到会写语调独特的风格 分析当红电影他是果阿末 靠着在网络平台分享自制影片 还让他红到韩国首尔 参加网络红人颁奖典礼 融合了年度最佳频道奖 但果阿末仍是红了 影片却出问题 我是果阿末 在网络平台 也有百万订阅人数的果阿末 靠着浓缩定成名 如今却被电影片商控告侵权 靠着酷索旁白 将两三小时电影 或者上百集的影集 浓缩成五六分钟 剧情统统讲光光 片商气炸 我本身是透过制作 浓缩剧情的短片 来获得这个奖的 因为古阿末从网络上 下载非法影片 经过剪辑配音电影评论 不但剧情透露光 更担心影响票房 古阿末首次哀告 主要有两家片商 电影包括《哆啦A梦》 《脑浆炸裂少女》 《近距离恋爱》 《模仿游戏》 还有一部韩剧 《W两个世界》 一共六部作品 这个时代大家从业 经营都还蛮辛苦的 所以当然是希望 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正版 那我们国外的发行片 想才能够引进世界各地 更多好的电影进来台湾 得知古阿末被告 其他片商提醒 网络重制影片 最小先联系电影公司 避免引发纠纷 我认为我的差分钟 看完电影系列影片 有符合评论解说 生态研究 心得教学 和新闻报导的效果 他向警方公称 根据诸作权法 自己合理使用 但这也是电影片商 首度对网红杠上 提起侵权诉讼 TVB的新闻 王金伦 林耿贤 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